大家好,我是MG 今天讲一下咒语破碎第二章节第一周的任务攻略 第一个任务是激活五个石堆 石堆是这个章节新增的一个玩意儿 就是满地图的水晶 不同的水晶对应不同的魔法 使用对应魔法进行攻击就算是激活了 第二个任务是激活八个闪电石堆 那使用雷电手套攻击闪电石堆就算是激活了 第三个任务是激活元素神堆 元素神堆其中一个的位置在Shadow Grace Forest 每个神堆都会对应一个特定的元素 但对应特定元素的手套也在神堆下刷新 所以不用太担心 激活神堆以后会刷新 Pokemon刺客是敌对的AN 击杀所有AI以后可以得到一个橙色手套 这个灵感来自于社区 两个月前的时候被官方的内容制作者采纳 再来看一下荣誉任务 第一个荣誉任务是激活五个魔法风暴裂缝 魔法风暴裂缝就是圈外的倒三角形传送门 第二个任务是在Pokemon激活三个毒石堆 Pokemon在地图的右下角 这个任务必须要在Cuzzle Pokemon附近完成 稍微远一点的毒石堆就不算了 最后一个任务是在敌方玩家附近着陆五次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就往人堆里面跳就完事了 那么到这里所有的第一周的任务就讲解完毕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再见